民调的讨论先来请教国民党的竞评议员 因为梅丽岛电子报的民调 好像现在很多来影的朋友 非常的不满意 那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人家也捕捉了好几份 不过呢李正浩他的这个评论 他是说戴利安就是民调专家 他也提到 还有马上查看 这个民调抽样到底有没有问题 因为很多国民党议员一直揪着这一点 一直在质疑 那结论是没有问题呀 而且人家也捕捉了 那捕捉之后民调还是第三名 这你要怎么讲 弦外之音是不是要侯友宜安心上路 那为什么呢 这么低调的民调专家戴利安会大动作的受访呢 李正浩认为这个就是因为朱立伦 这个朱队有害的啦 因为朱立伦公开受访 说美丽岛的民调是带风向 所以戴利安当然只能站出来打脸国民党 维护自己的专业啊 人家捕捉了两份 结果这个名次都没变 侯友宜还是老三 议员 李正浩的看法我跟他完全不同 不是说因为他骂朱立伦而已 还是说这个民调是他的准确性在哪里 我认为任何一份民调都有他的参考性 然后这个民调的准或不准 或者是他的参考到什么样的幅度跟程度 每一个民调机构或多或少都一定会出现 他有一点点产生影响性的机构效应 这是难免的吧 每一个民调机构都有 都一定有 那你怎么去解读那个机构效应 对你这份民调在里面所呈现出来的数字 你有没有他的参考价值而已 所以不会是包括这个李正浩所批骂的朱立伦 会有什么影响 跟这些非相关的当事人 我觉得硬要算在他们头上谁害人 那也太言过其数 为什么要说人家带风向 他也知道每一份民调多少都会有点机构效应 但是美丽岛曾经做侯友宜到40% 那这样当时要怎么讲呢 那你要讲说那个时候的时空背景 侯友宜还没有要参选 而且那时候他就是纯粹新北市长 然后媒体在评论说 可能出马的人是谁 国民党连讨论都还没讨论 一个人当他放到这个位置上 和他集合过往的表现 以及他本来没有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 只是大家在探讨他 他是个国民党最强的人 怎么样一个都是 那时候不是只有美丽岛 各项的媒体民调所呈现出来的 不只是五星级县司首长 六都市长的施政满意度 都是名列前茅 都是第一名 各项都是冠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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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冠军的 这样子第一名 结果当他放到这个位置上的时候 怎么会变得一样 所以不是只有说掌舵的人 或者是他旁边的人怎么样 而是说自己是一个当事人 就要有一些情调了 那议员你怎么看 这20%的幅度 这样子的流失 到底是流去哪里 或是侯友宜的问题出在哪 我认为目前流失到这个 魏表态和中间选民 变成 我一直非常认同 大概一个月前 媒体人黄伟岸所提出来了 12421 他的一个这个理论 12421是一个政治光谱 就台湾政治社 台湾社会的一个政治立场景象的话 中间的四是一个中间值 这个一是民进党的升率 这个二是民进党的潜率 跟他这样构成一个民进党的基本盘 毫无疑问的 赖清德这一跟二 总共三都拿得牢牢的 握着稳稳的 这个大家没意见吧 一跟二 那另外这边一跟二 是国民党的升蓝 极统派 然后还有二是国民党的浅蓝 那还是属于在蓝营支持者 一跟二 那可是一跟二呢 过往这个侯友宜的民调 会比国民党的民调支持度还高 每次做民调 国民党就是十几% 二十%上下 侯友宜 过去都是他大于国民党的 他大于国民党是因为 侯友宜那时候在做新北市长 然后他很多跟国民党的 这个保持他的一个落脊落离 刚刚明佑一开始 第一%的时候就有提到了 他很多的政策方向 会跟国民党产生 这个就是不一样的这个路线 然后国民党怎么做 他就是直因保态 不想去加入 所以导致说 中间会有一些比较理性的选民 浅然 甚至有一些潜率觉得 他这样做就对了 不要跟国民党一样 所以他大于国民党 可是现在当侯友宜变成 国民党的候选人 他就是国民党的人 那他就是国民党的人的话 那你起码要有国民党的基本盘 就是我刚刚讲的 赖清德的状况中 他一跟二加起来是三 他就是牢牢握住 那侯友宜也应该一跟二加起来 大于三 等于三 一样啊 那为什么这个一跑掉了 甚至二 然后结果比二还少 变成十八 那怎么会这样子呢 那就表示过去 他因为这个不等于国民党 甚至大于国民党的时间 时期 那那个时候的人会欣赏他 然后可是呢 因为他现在加入变成 要把他变成国民党的 国民党里面的人 反而会像 刚刚我们前面两趴在讨论的 就会有一些人 不这么认同他的时候 这个一就先跑掉了 不理他 那二里面少掉一部分 那也不见了 那这些人跑去哪里吗 我要跟大家讲 这一跟二不可能说 全部都跑到赖清德那个 那赖清德应该等于六 不可能 所以那这一跟二 就跑到中间的四里面去了 四多四多少 所以你看联合报在五月十九二十 接着做一份民调 他的五%马上就少了 少了五% 然后跑到卫表带去 那最近这几份民调又出现出 好像少了四点六还是四点八% 就算将近五% 一来一回五% 五%加五%就十% 十八又跑去哪里 那国共有还有多少十%可以挥霍 所以民调当然不是数学那么简单 简单的几何数字加一加就好 但我从中看到一个趋势说 这一些不是很满意的 你归对了没 没有 那这要很努力的去挖回来 想办法不要留到这个 他不可能留到绿 但是不要留到柯P那边去 可是眼下 有可能 这就是国民党担心的 这就是我担心的会 因为这种状况 我跟你讲了 明年的1月13号就是两种结果 一个就是赖清德当选 那另外一个呢 不是说我看好赖清德唱出来自己 我说一个就是赖清德当选 另外一个呢 就是侯根科谁被边缘化 然后没有被边缘化的 那个人他当选 因为另外一个人被边缘化了 侯根科我要注意 侯根科其中一个没有被边缘化的 被边缘化的人当然就是很危险 没被边缘化的 他就就有机会当选 所以我才说一个没被边缘化的 侯根科其中一个当选 另外一个就赖清德 所以国民党要避免那种被边缘化的情况 而这就是民众党科P正在做的事 所以国民党正要提高警觉 要小心这一块 侯友谊也要更努力 你要主动积聚一点 陈玉珍委员还有这些国民党立委 包括林维州在那里 他们讲的也不是废话 他们讲的有些 我觉得也可能听起来是肺腑之言 忠言逆了啦 参考看看 那民调都当作参考就好 自己放在心里面 你努力的去争取 把自己改变过来 让你的支持者相信你 让中间选民不会再跑掉 然后或者是永远游移不回来你这边 来吴征 现在国民党最担心的是 为表态的人 国民党里面为表态的人 会不会流去柯文哲那边呢 现在在美丽岛的这个民调上面 侯友谊22% 柯文哲25% 那可能很多人 来营的朋友 哪些看了这个民调 可能垂头丧气 不开心 不喜欢 没关系 我们来看到另外一份 今天又有一份这个 汇流民调 好我们来看到 这个赖清德的部分是35.7% 好那么侯友谊的部分 在这边 是有保住老二的地位啦 是25.9% 可是柯文哲也有24.9% 其实两个人相差一% 等于是没有差到多少啦 所以这个侯友谊 现在真的要很小心 因为柯文哲紧追在后 所以对侯友谊来说 他现在最大目标 当然是要救他的民调 但我就问 你的民调要怎么起来 要怎么起来 因为韩国瑜上次大选的时候 讲过嘛 选举就是票多的人赢票上的输 那一样嘛 民调也是这样 那所以我们顺着这个话下去看 选举我们可以用加法跟减法来看 减法呢 就是你的票被人家拉走 加法呢 就是你把人家票拉过来 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 我先用减法的角度跟大家谈 说侯友谊的民调 假如现在好像 好这边有一个面包好了 首先你这个韩粉跑掉一块 对不对 因为韩粉现在不满嘛 所以大家跑走了 这个现在没有归队 那然后呢 还有一块郭粉 郭台铭 这个在之前国民党的初选过程中 郭台铭 很多郭粉觉得给郭董受了很大的委屈 所以韩粉跑掉一块 郭粉跑掉一块 还没完 然后这时候还有柯文哲在旁边 惊吞蚕食 要一口一口把你的墙角挖掉 所以侯友谊面临这么多 你现在完全都是选票流失 那你的民调怎么起来 那回到回到加法 我们说一个人 一个候选人 特别是国家领导人的格局 那侯友谊 你要怎么样把别人选票挖过来 你的优势在哪里 是你人格魅力特别突出吗 是你的证件内容特别详细 然后对国家愿景规划很完整吗 我们刚刚前面讲到 吴子佳邦后宜办了演讲场 吴子佳的评价说 第一场这个内容 第一场表现好 内容不好 第二场呢 内容好 第二场是什么 第二场是说他演讲得很活泼 可是内容不太好 对表现好 一场表现好 一场内容不好 一场内容好 一场表现不好 那其实白话讲就是都不好 你没有办法让人家感受到 说你的你的 到底是你给 可以给我们带给什么 那你的民调到底要怎么抠起来 所以这回到现在侯友宜面临一个深层的问题 就是你要怎么样召唤出支持者的热情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在讨论 大家都在讲韩粉 锅粉 磕粉 没有人讲猴粉 因为没有猴粉这个东西 我们没有看到说 侯友宜可以号召出一群非常死忠 非常认同他的人 他的猴粉 因为他没有展现出他的人格魅力 他浴室都是闪躲 人家问你问题 你都是好好做得起来推脱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去召唤出你支持者的热情 把你推上这个大位呢 所以就等于说领导者 我们怎么样去检验一个人 是不是好的领导者 要在危机中展现 看他的危机处理能力 侯友宜目前面对他的这个危机 可以说完全没有处理 所以我觉得这个慢慢会演变成一个对侯友宜的信任危机 那我们看到8年前2016年 国民资产是拖到了10月最后换柱 所以如果侯友宜现在没有办法直写 没有办法处理他的信任危机 那其实慢慢流血的过程还要很长 所以接下来我想侯友宜面对一个最严峻的挑战就是 今年全国各地大家都要选立委 小鸡们最担心的就是没有母鸡 所以侯友宜如果现在大家对你的信任 打上一个问号 觉得你没有热情可以召唤支持者 你没有办法带风向 小鸡就会自救 接下来小鸡会选边站 这个不是不是我危言耸听 已经现在进行事 因为我们看到之前国民党在拼立委初选的时候 有没有台北市议员徐晓星 就网路上po一个他跟柯文哲吃饭的照片 显示他跟柯文哲关系很麻烦 那这个台北市议员 国民党的钟佩军议员 也在跑行承受去跟柯文哲合体 也故意去营造一个说 我跟柯文哲关系也很好 所以我们看到当国民党的议员 想要去抢这个立委大位 想要拼充民调的时候 他们已经做出选择 已经选择去跟柯文哲合体来帮他拉台了 如果现在侯友宜持续的衰弱 民调都拉不起来 那接下来只会越来越多人选边站 那到时候侯友宜就会真的面临边缘化的危机 侯友宜的危机重重 不过民调一直都领先了赖清德 现在从民调上看起来也是有点隐忧 这话怎么讲呢 我们先请温大哥一起来看 因为今天汇流民调他有特别问到了 民众对于政党轮替的支持度是怎么想的 其实有六成二的民众是支持政党轮替的 那这言下之意就是不希望民进党又继续做 言下之意就是这样 那不支持政党轮替的大概是两成四 那这个部分呢 从民调上来看 会不会民众的心态也有点矛盾 因为看好赖清德当选的 其实有多达四成二 可是呢又有六成多的选民 是希望明年的选举政党轮替 那民进党该怎么样来看待这份民调 温大哥 还好离明年元月十三号 就是蒋经国的忌日那天投票 还有七个多月 那七个多月 说起来变化无穷了 不要说七个多月 包括七天都可能会翻盘 所以对政党不满意 这举事皆然 不要说只有台湾 我相信民调国家你去看他们 你说美国还是日本 对吧 执政党一定是那么随小嘛 因为大家给你怪来怪去嘛 虽然你执政有这个主场优势 但是呢 反正任何事大小错误 你一定通通要盖过承受 所以不可以说对政党的 不支持跟赖清德的支持 跟他变得连结 尤其赖清德时 我感觉新新闻过去 这个这个访命很好 印汉还是菩萨 因为他在做院长的时候 说这句时候 有多少人有多少有案谈 但是呢 不是印汉就是菩萨嘛 所以说起来都是肯定 这就这点 我想他出的 用行动带来希望 这就说希望大家 不要对民进党的危险 投射台湾的省庫顶 说起来 刚才说这些民调民调 我觉得民调应该改成民调 不是调 调是调查 也可以调整 就是说有一只黑手 这个黑手 没有人愿意对号入座 但是我们照新闻照顾的人 我们就知道 我有一次过去看新董 有一次去他们的办公室 今年里面就是一个民调公司 而且很有名 那白天是民调公司 晚上是新党训练手 对吧 所以不可靠的新闻来源 就在这里民调 而且这新闻 各位要注意看 台媒参访 开始统战 听巴拉过去就介入了 他活动操弄 对吧 这阿萨西新闻 亲中派投票依赖资金 日本朝日新闻 脸刷三天 脸刷三天 现在 这么大大 报到我们台湾的情形 像台湾人 还在美丽岛 民调 说这个事实在 我们对民进党 有信心 怎么说 你看破晓 这个是公元两千年 政党轮替 那一役 你现在看赖清德的 他的团队的结构 现在像在操盘 拉拔 开灵 秋衣人 那时候就开始了 所以团队回来了 对不对 完全归队 说起来是二十二年前 二十三年前 但是现在这些人 慢慢班师回草 所以不需要对民进党 感到说 大家起起伏伏 起起伏伏 假象 要对大家团队有信心 虽然郭民党 他一直在放掉 2022大胜 2024要执政 那是朱立伦你的事情 我们就看着你朱立伦 这个精算师 看什么时候要出手 把王冰金再出下去 好 洪友宜现在 力求要来整合 不过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来看看 这个郭董演完去看海散星 这一出之后 这两天好像比较没有声音了 倒是柯文哲大动作 去访问日本 我们等一下回来 一起来看 Suppose Deus Fold 封判 听 桧 微留 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